活動往往都是要嘛就是把傷者從低處拉至地面 要嘛就是從高處放至地面 通常就是這兩種行進行為 當然還有一種是等一下我們看到這個比較有畫面性的就是左右側移 它包含了左右側移跟上下垂直移動 以前我們通常為了搶時效啊 為了搶速度啊 為了現場的民眾壓力啊或是幹嘛 我們通常都會進行的救助活動 都會把繩子架好了之後我們就操作了 它往往都是一條繩子而已 繩子很強壯 在適當的操作跟適當的範圍內 我覺得繩子不可能斷 繩子不可能斷 可是我們畢竟還是要考慮到機率的問題啊 一條繩子如果斷的機率是一萬分之一的話 我們如果能夠適當的用另外一條繩子走雙繩的機率的話 我覺得一萬分之一乘一萬分之一是一億分之一的斷掉的機會 其實多靈鐵道那一個他就類似一種把傷者搬運的一種模式 以前啊以前我們我們很常做的就是徒手搬運 徒手搬運嘛 就是他把人裝在單轎或是SKD裡面 就是把他打包好之後 可能就左右對稱站六格然後就把他提起來然後就走嘛 就徒步這樣走 剛好出勤的人員有見迷 然後也有一些奮起舞的同仁他們有接觸過類似的訓練 我就請他們帶滑輪 滑輪跟一些自動的氣場 然後去到那邊我們怎麼做我們結彎曲子 類似說這個步道上去之後我們人已經打包好了 人要上去的時候他有一個坡度 他有一個坡度 我就用繩子把另外一頭固定在單架這邊 另外一個上去那邊做轉繩 然後上面就站一個人在那邊收繩 讓單架上去 然後那邊他是可以自動的 萬一中途有人不小心全部放手了 單架還是會流在原地 這是那一次救災我覺得有進步的地方 以上 旁邊ending 一點點 擺łos